大家好,我是阿K,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0778智库产业信托 每次跟大家分享这间公司的时间都会间接提醒我自己开这个频道的时间点 这个频道都已经开了两年有多 首先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肯听我自己本人的分享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既然今天的主角是智库产业信托 有买到的朋友当然是最关心公司手上的收租业务造成如何 另外在现在的投资环境内 到底778有没有条件都成为一种比较好的收息股呢? 未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希望大家都可以帮忙按个like和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旁边的小钟仔 当然如果大家都觉得影片内容是不错,不妨share给身边的朋友收听 那好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影片内容 今天我会和大家分开两部分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部分公司的业绩表现 至乎作为一种收租的risk,核心的数据当然就要看看公司 在今年的上半年到底有多少可分派收入派给股东 结果出来有4.6亿港元 但按年表现就有下跌近7%的迹象 即是我们实际收到的每股派息就会减少了 每股都只有0.2305,按年都有下跌近8% 大家都会有疑惑为何分派总额跌了7% 但最后居然出来的每股派息跌了8% 当然这个情况大部分的房托都会有的现象 因为大部分房托公司每一年都会用它们的股票 作为支付管理人的费用 变相每一年就是因为多付这些股票而增加本身总股数 再往下下去就变相我们股东无形中被瘫薄了权益 被瘫薄了就自然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到手的每股派息 而以上这个问题其实都不是第一年发生在778的身上 好了接着说完被有瘫薄的现象之后 我们不如说一下分派政策吧 由于今年的年初香港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支付为了保留现金在手 以及考虑现金流的不确定性 就决定将去年全年业绩的派息比率降至9成 但幸好今年上半年的业绩 公司都已经将派息比率提升到100% 无疑这一点其实是消除一个不理因素 当然公司能够回复正常比率 都不能证明公司在租务上得到很大的改善 因为截至6月30日为止 支付手上共16个零售商场整体出租率都只维持在93.9% 比以往其实都有所下降 下降全因因为有部分商场进行资产提升 变相相关出租率有所下降 但公司的管理层都有表示 虽然出租率有下降 但旗下的租户大部分都是日常消费率别 收取稳定的固定租金比重又相当高 所以未来集团首要的任务都是继续维持高水平出租率 同时又要改善租户的营商环境 我们不如等下未来管理层的努力成果 对于未来的逐租加租能力 管理层也有提出 由于租金的负增长都已经维持了2-3年 在租金水平基数比较低下 今年虽然上半年的加租幅度仍然是负增长 但负增长的幅度都已经收窄到单位的数字 只要未来疫情环境不断有改善 真的不排除未来的逐租能力会开始调升 但由于集团大部分的租户都是日常民生的类别 商户大多都愿意留下在继续经营 只要支付未来仍然只能找新租户 和尽量保留手上的租户便足够 而影片来到这部分 当然就和大家分享对778的看法 大致上至乎整体上都没有太大问题 持有的朋友包括我自己 当然继续会等待收取股息 没必要在这个时间卖出 基本面其实都没有太大转变 而我自己包括大家都会知道 全球都已经达入了一个加息周期 无论公司还是我们自己的个人财务上 利息支出都是一个考虑点 对于智库来说 公司都已经将70%的债务 锁定为固定利率 以防控制未来有利息开支急速上升的风险 当然智库在往后都不排除最高 会把比率锁到100% 我们卖入智库股票 除了因为公司本身是房拓基金的关系 可以定期收取租金股息之外 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香港土地有价 所以根本上都是进贺工退可守的模式 而且智库本身定位又是一间 以民生必需品为主的公司 如果大家本身有购物的需求 就必定会在家附近的商场先做一个选择 根本未必要会拥有网购服务 这一点对于香港经营民生日常消费品的生意 其实都有一定的好处 再者队的对手领展自己本身都深明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十年内都不断发生旗下的商场 推广不同的活动 尽量吸引区内市民到领展旗下的商场去做消费 所以智库本身在香港利用民生商场去做收租之用 无疑是有很强的防守力 但美中不足一点就是欠缺进攻能力 刚才我以上也提过香港土地有价值 即使出现经济低迷时期 土地价值仍然比较高 变相投资回报其实也很低 加上智库本身比领展信息一点 就是出外发展的能力 公司都只能够透过翻新旗下的商场去提高租值 但这个提高租值的模式 其实也会有完结的一天 我自己包括大家 其实都很想见到 智库778有一天可以再收更多项目 去扩大本身公司的规模 而无公司长实 其实手上一直持有不少优质香港商场物业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 长实什么时间会将这一类商场 注入在智库的手上 可惜等下等下等下 一直都没有一个好消息出现 在无所期望之際 智库在刚公布半年业绩之后 随即开始宣布首次买入海外物业 这一座物业价值大约5亿左右 主要这一项收购项目 都是与民生相关的 主要都是零售商铺 服务对象都是这类商铺 数百个家庭为主 至于租客的业务范围 普遍围绕一些教育、美容、医疗、餐饮等行业 服务都是附近居民的日常需求 与现在智库经营的定位非常相近 而今次项目的买方 其实是没有公司长江实业 一间间接全支附属公司做拥有 即是智库的大股东 刚才我跟大家提过 我其实也有很多优质本地项目 例如是黄暴天地或海资卵商场等等 其实都与智库本身的定位非常相近 我自己也希望今次智库 开始接受新加坡店铺之后 可以间接加快大股东去尽快释放价值 将更多零售物业卖给智库 一方面当卖出物业之后 所得的资金又会帮到 详实对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又可以扩大本身智库的租务组合 做到双方都共赢 而去到最后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智库都已经连续两年做减派 今次由大股东手上 接受一个新加坡的项目 我觉得是一个新开始 虽然现在智库在股息率上 未必被其他高息股较为吸引 但我自己会耳于业务的稳定性 和Risk需要做九成以上分派的底下 我自己仍然会投他信心的一票 如果大家都对0778智库这间公司有兴趣 或有其他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和我发问一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先多谢大家收听我的频道 下条影片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